穿着全套迷彩装备受访时愤愤不平 通骂俄罗斯他是乌克兰民兵 清理武器整备汽油弹 为前往战场做足准备 就是因为乌俄爆发战争 乌克兰民兵组织号召大家回国参战 至少已招募13万名志愿成员 只要年纪介于18岁到60岁都可加入 在鸣笛声中提着大包小包 正当好几十万名乌克兰人在逃难 有一群人反其道 从欧洲其他地区回到自己的国家乌克兰 本来四散欧洲 各地的卡车司机现在返乡 不是为了建家人 而是要守护家园 还有这名女子也坚持从波兰回到乌克兰 大家抱着箱子忙进忙出 这里是乌克兰一间聚酒厂 在战争后决定停产啤酒 现在装的是汽油弹 这款汽油弹在街头群众抗争时常会被用到 如今的用途是要守住自己的家园 乌克兰人民从上到下团结一心 唯一目标抵御二军 TVBS新闻综合报导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 请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